美国社区遭大量野火鸡袭击 追车堵路袭击居民 火鸡杀伤力有多强 入侵物种泛滥成灾的例子大家见过不少 像是我国的青道夫 澳洲的野猫等 但你见过本地物种泛滥成灾的吗 在美国还真发生了这样的事 当地土生土长的野火鸡 竟然泛滥成灾了 还给对当地居民的生活 出行带来很大的威胁 让人苦不堪言 野火鸡的杀伤力到底有多大呢 一来 这些野火鸡非常适应人类环境 完全不怕人 据专家推测 因为经常被投喂 他们把自己当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人 为了争地盘 遇到居民时会主动追逐 抓咬 如果人类被攻击到转身逃跑 就代表认输和示弱 承认了火鸡的胜利 所以在美国大街上 经常可以看到野火鸡追小孩 抢孩子的零食 遇到成年人也敢尾随追踪 人类的花园 草坪等 被他们遭踏祸害了不少 二来 野火鸡的体型和力气都不小 成年野火鸡体长1米 重达20公斤 奔跑速度可达32公里每小时 所以当它对着人类冲撞过去 会给人造成不小的危害 并且 野火鸡的爪子和鸟会都坚硬锋利 它们捉人或者抓人的时候 可以轻易在人身上留下瘀青 伤痕 马萨诸色州的媒体报道 说那里的火鸡不只会捉人 还会追汽车和自行车 一位市民说 自己曾被火鸡围困在车里 不得不打电话找家人求助 才把围攻车辆的火鸡赶走 三来 野火鸡是群居生活的 经常一大群一起出没 如果是一两个人碰到成群的火鸡公鸡 除了逃跑别无他反 甚至待在家里都不安全 2019年的感恩节前夕 有40到60只的野火鸡群 冲进新泽西州的一个人类社区 到处搞破坏 它们堵塞马路 攻击社区进出的车辆 还着咬社区的行员 社区居民说这个场景 就像火鸡入侵一样 不少人都因为驱赶火鸡被灼伤 说到这里有人就奇怪了 野火鸡是每周土生土长的动物 在那里繁衍生息了几万年了 为什么这几年会泛滥成灾呢 野火鸡的繁殖能力 和适应能力都很强悍 每年的3月到9月 都是火鸡的产蛋期 繁殖时间长达7个月 一只雌性火鸡每次产10到20颗蛋 一年可以生产4到6次 繁殖速度很快 有些雌性甚至能在 没有雄性受精的情况下 进行孤雌繁殖 并且孤雌生下的蛋 还可以孵化出雄性火鸡 并且它们的适应能力也很强 当栖息地被人类扩张占据之后 它们可以快速适应 人类的城市的环境 一些公园小树林 边缘地区的开阔空间等 都被它们利用了起来 第二 人类干涉和天敌消失 灰狼和美洲狮等野火鸡的天敌 因为是食肉动物且攻击力强 对人类的威胁较大 所以被人类大规模地消灭了不少 野外的灰狼和美洲狮数量非常稀少 人类的城市里 更是完全看不到它们的身影 没有这些天敌的控制 野火鸡扩张得肆无忌惮 并且野火鸡还被禁止私人猎杀 很多美国人即使有枪也不能打 只能人工驱赶 连当地警察都拒绝为火鸡袭击事件出警 第三 人类的保护性投尾 美国人有庭院喂鸟的爱好 庭院喂鸟起源于英国 曾经在欧洲很流行 目的是帮助鸟类更好的过冬 跟英国一脉相承的美国人 也承袭了这个习惯 还把每年的二月定为全国喂鸟月 据悉有5300多万美国家庭 会进行这样的活动 这位野火鸡提供了充足的过冬食物 使得他们的死亡率大大降低 扩张速度一再提高 既然野火鸡泛滥得这么严重 为什么美国人不吃呢 要知道火鸡还是美国人餐桌上的重要肉食 他们过感恩节时 火鸡是必备菜品 平时的派对聚餐都少不了火鸡 这是因为美国人吃的都是养殖的火鸡 野生的火鸡并没人捕杀 早在公元前5000年 美洲土著就把火鸡当成家禽饲养了 经过这么多年的饲养选育 养殖的火鸡无论在肉质 还是口感方面 都更符合人类的口味 并且 野生的火鸡身上携带了不少病毒和细菌 肉质安全也难以保证 再加上捕捉野生火鸡需要耗费不少的精力和金钱 远不如直接买一只饲养火鸡划算 为此美国也想过捕捉野火鸡 售卖到其他国家和地区 不过火鸡虽然的大肉多营养丰富 但是口感很干柴 味道一般 且烹饪需要专门的工具和技巧 价格也不低 并不受其他地区的人喜欢 实际上美国人自身也未必多喜欢火鸡的口感 他们吃火鸡大多数都是因为文化传统 因为火鸡已经和感恩节联系在一起 变成了他们的文化符号 就像我们端午吃粽子 中秋吃月饼一样 很多火鸡都会在节日 或者派对过完后 被扔掉